那么我们看第三部分去讲完 第四 第四就是我们的分布法 那订单法讲完了分布法 那这个我们不是单独讲分布法 我们分布法跟订单法去结合 结合去讲 那我们这个例题呢 也是一个实物的一个例题 那这是一个配电柜的 一个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核算 那我们来看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 主要包含这个几个车间 那减板电焊板 煎喷素装配 然后这几个车间 然后原材料呢 我们一直在说 有些大部分都用全约平均是吧 全约平均 然后这是比较简单的 手工也能算 然后呢我们这家企业呢 按先进先出 那先进先出 那我们看到先进先出了 首先它有勾销存系统 所以它有存货系统 存货管理系统 存货管理系统 那么供应链是U8 对吧 然后呢产品成本的核算呢 是减板电焊板 金喷素车间 那我们看啊 这些产品完工的产品 产品完工之后去哪啊 在自制半成品库 我们呢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 新的会计准则 那个标准科目里边 没有半成品这科目了 没有半成品这科目 没有占半成品科目 我们可以加上 那也可以我们在原材料 下面去核算也可以 那么根据实际情况 去做就行 然后呢 仓库呢 直接人员呢 采用计时计价工资 我们的计价工资 直接人工 直接生产人员 采用计价 然后每个车间 有人员去统计 那统计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了 然后呢 装配部所用的材料 全部由仓库去领用 就是说 我们看啊 它不是转序的 到最后那个车间 是不是转序的 前面是转序 这几个车间是转序 可以去转序 就是 这个工序完成之后 如果需要电焊车间 再进行工资加工 它是直接转 直接转序 转序呢 然后最后完工产品 入库 那么它呢 这儿是转序 我们也可以 给它办成入库 对吧 那么单据是 只不过是多个单据而已 那么我看一下 我们这个企业是怎么来做的 那么它的材料金额 材料比较大 半成品比较大 然后呢 批量生产 然后呢 各车间均从仓库领料 怎么来做的呢 那比如说 我们的先是减板 那第一个车间 那减板 它从仓库领料 领料 然后呢 完工有一个入库 然后呢 其他车间再去领 所以就是 它 生产的产品 半成品是要入库的 完工入库 然后其他车间呢 我要领 就是每一个车间领用 我都从仓库去领 那么 就说 实质上呢 实质上 实质上是 减板减完了 需要板筋 需要 需要下边那个电汉 实际上是直接转过去的 直接转过去的 但是我们为了 为了核算这个半成品的成本 我让它入库 多出来一个单子 那同样我们也为了核算 我们那个 那个 板 电汉 或板筋 这边的成本 所以 这儿呢 我不用转序单 不用转序单 我用入库单 跟出库单 我这儿出来俩单据 用入库跟出库 用入库跟出库 代替我们那个转序单 那同样 转序单我们也可以用 就是 我们可以 可以用转序单 也可以用我们的出库单 那么 只不过这是一档单据 两档单据 反应的事实是一样的 就是从这个车间 转到那个车间 然后呢 但是我们这个是入库 便于核算我们的入库成本 然后呢 也便于核算呢 我们第二个车间 零用的材料的一个成本 所以我们用的是出入库 然后呢 只有最后的那个装配车间 才去按订单法核算 前边呢 应该说是 每一步每一步的 我们这几个车间 那我们如果有ERP的话 分布法没问题 对吧 分布法没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ERP 我们手工来算 手工来算就是我们 给它的结果就是 每个车间都让它去入库 每个车间都让它入库 然后呢 入库之后再去领用 然后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就是这种产品 产品的构成是啥呀 门 这儿是 里边这些元器件 是吧 然后这儿 然后我看啊 这些是板筋车间出来的 对不对 这个门呢 这些 这些 弯的 折弯的 都是板筋的 这层漆 这层漆是喷素 喷上的 对不对 然后最后整体 这是装配的 当然这个 这些东西 这些门啊 什么的 开始的剪呢 是剪板车间剪出来的 用板筋去折弯 对吧 然后最后叫喷素 然后还有一些 这些汗的东西啊 汗的东西 那是电汗部门 汗上的 对吧 然后这些 这是我们一个 整体的一个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 组成 铁皮 对吧 最主要的一个原料 皮壳 然后呢 剪板车间 按照尺寸去剪 电汗车间 把它汗的完成 然后板筋车间 把它该板的 该凿的凿 该弯的弯 板筋车间完成 对吧 然后最后 分塑成型 我们的一个门啊 那个 什么盖啊 什么就完成了 对吧 然后 然后还有 我们里边 还有一些铜牌啊 你看这些 这些 那这些有一个 辅助的一个车间 去完成 然后还有各种 原器间 买的 最后构成了 我们这个 柜子 把我们的产品 去分解 分解呢 几部分成本呢 这儿 这儿 三部分 对吧 三部分成本 那么每部分 怎么来算呢 我们来看 那剪板车间 怎么来算呢 我们看 它的产品 长成宽 成密度 成铁壁价格 那这是一个标准 这是一个标准 我们看啊 它其实 领的是 大的一些板材 那可能就是这样 比如说这样 那这是2米 这是1米5 那厚呢 0.5个厚 可能需要是 这样的一个板材 那它需要根据 这个长宽膏呢 去剪 剪成合适的 那这是跟图纸来的 根据图纸来的 那么然后再去 乘密度 等于啥 等于重量 对吧 等于重量 重量乘以价格 等于它的 金额 对吧 那我们大家想了 这个不是个标准的吗 这是个标准的 也不一定是对的 对吧 也不一定是对的 那么我们那个 技术部 还可能给一个 理论的重量呢 理论的重量 对吧 给一个理论的重量 对吧 那你按理论重量 一直乘 价格不也行吧 可以 那么看我们 企业的实际情况 那么我们这儿 就是根据图纸来算的 根据图纸 图纸那密度什么呀 7850铁 对吧 或者是7.85 那你看你的单位是什么 然后铁皮的价格 价格呢 你买过来多少钱 一公斤 然后算上就行了 或者多少钱一吨 对吧 然后这样出来了 那么还会说 你这么样一个板材 这样一个板材 那比如说 我这儿捡个门 这儿捡个后盖 然后呢 这儿可以捡点啥 然后这儿还可以捡点啥 那这边边角角是什么呀 废品呢 对吧 废品 那我们会知道 那这个所以会产生废品 那你这儿就不对了 那不对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我们有一个废品的一个 边角量的比率 假如说是94% 假如说是94% 那这是一个经验值 这是一个经验值 那么我们假如说 那这个是需要累积出来的 那所以我这儿呢 这是94% 那除以一个0.94 那就等于它的成本了 对吧 那有同学说了 这个经验值还有差异 差异转达 最后把剩下那个少部分差异 直接转主营业务成本 就可以了 直接转主营业务成本 那么我们这样是一个 简单的方法 没有必要特别复杂了 特别复杂呢 有同学说了 称重啊 减出来一个入库一批 称一批 不现实 那这当时企业 已经完成不了 这样的一个现实 那么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 可以去称 那么我们当时是不现实的 所以就这么走 然后呢 技术部门给的参数 这儿 然后呢 人工费跟制造费用 怎么分呢 我刚才说了 人工这企业的直接人工 直接人工可以按照基件工资 什么样的 可以按基件 然后呢 制造费用呢 按部门核算 有制造费用 可以去分出来 可以去分出来 那么这个 第一个车间的成本 就计算出来了 那这是一个 我们的计算 计算一个过程 然后电焊板金呢 它怎么来源于这儿啊 它那算出来了 下边才有 因为它领的材料呢 是通过这个计算完成之后的 一个成本啊 然后每件产品呢 都有原材料的成本 对吧 从那出来的 然后呢 人工跟制费 人工是计价的 人工按计价 然后制造费用 按分配 按什么分呢 按标准 按工资去分 按工资比例去分 那还可以按什么分呢 按材料成本去分 那都可以 那这个计算是按材料分的 为什么呢 这个计价工资 不及时 不及时 那统计出来呢 到什么时候啊 20号了 20号 那我们的成本去需要几号出啊 8号 8号出成本 然后20号这个才能出来 所以不准 我们按材料的比例去分 那这儿也是按材料去分 按材料成本去分 然后喷素车间呢 喷素车间 我们看啊 零用的半成品都是从上面来的 对不对 然后有材料还有素粉 加上 然后人工跟制费 我们还是按材料去分 因为它统计的不是很及时 那么我们看啊 因为这企业 它光统计计价工资了 没有统计工时 对吧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了 那只能按材料金额去分 对吧 如果你再让它统计工时的话 就更累了 也没有必要了 对吧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 只能是这样 那么除非有一点 你那个工资啊 计价工资早点出来 早点出来 我们的分配还相对来说准一点 对吧 然后这是这几个车间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车间 装配车间 对吧 装配车间的成本核算 那按订单去归级 那跟我们刚才的订单法 就大同小异了 大同小异 那么原材料的成本金额 还是按这个来分 按原材料去分 没有实际工时 没统计 那么我们可以按这个分 那么还前提 如果这个不准 跟领导说一声 统计统计吧 就这一个车间 对吧 那也是可以的 然后单位材料成本 那规级材料成本 按订单 然后呢 我们看呀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组数据 那假设呢 装配车间发生的制造费用是 1000块钱 人工费用是5000块钱 那领用材料的明细呢 我们看后边有一个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表格 我们看它是这个项目 KYRNGDGCK GGDGCK 那么我们看它的材料成本 那是多少 就是 然后呢 这儿是费用分配率 给出来了 然后最后我们 毛利率也给出来了 那我们看着这张表 大家来看一下 会看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们看 这儿 比较低 对不对 比较低 那我们需要分析的时候 这个价格有没有问题 那这个成本有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看 同样的产品 同样的产品 那材料差了多少啊 同样差的材料比较多 卖的钱是不一样 然后呢 所以成本也不一样 对吧 所以这儿是36 这儿就是22 所以我们去分析一下 把这样是不是对 这个成本计算表完成之后 也是不是有问题 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 下边的一个明细情况 明细情况 这是一个入户明细啊 实际上可以算正成本计算表了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明细 明细呢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个 它的excel什么样子 然后以下来算 这个表是怎么出来的 好了 我们来看 那这个呢 是我们刚才那张excel表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 PPT上面的那个表格 拿下来之后 我们来看的excel 然后我们看 我们汇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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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说了 那这个项目的材料 这个项目的材料 跟这个项目的材料 简直是差太多了 最后所以毛利率差太多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汇总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插入绿透视表 确定 然后我们看项名称 还有一个存货名称 那我们不要这个 我们要成品名称 然后我们要金额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同样是GCK 那一个是11900 一个是11900 一个是1800 那我们点开一下 1800那是什么东西 1900又是什么东西 好吧 那我们双击一下 这儿就出来了 双击我们看啊 它这个人器件比较多 所以这儿占了1200 对吧 那我们看 我们再双击一下这个 那我看比较少 就这点 对不对 我们看这俩表 这俩表 差好多 对不对 所以是材料的问题 比如说里面装的东西不一样 那也是一个非标个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出现了这张表格 这张表格 所以它的材料费是不一样的 差异比较多 差异比较大 对吧 这个是 1900 一个是1550 所以出现了这样大的一个差异 那么是这样 是因为它的材料用的不一样 是因为它的材料用的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定价又是定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成本 可以去给我们的定价部门 提供一个相应的依据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我们的分配率的问题 那我一直强调的是 分配率呢 是单位 同时 单位材料分配多少钱 是一个单位的概念 那我们有的同学呢 以前是怎么来做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呀 他给我的分配率 我这插一下 插入 我们右移一下 他呢 他这写是什么呀 他这我们看一下 他给的比率是这样 那我们说按材料费比率是算 是不是按材料费 材料费他给给出来 我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他在这儿 加一块是1 那么我们看啊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占比 实际上是一个占比 然后不是分配率 当然这样算出来是结果是一样的 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们大家算一下 我看 我们现在是刚才是这样算的 那这个表格 我都给大家表了两枚小树了 就用预案的公式做好了 然后呢 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也能够用一下 那占比是怎么来算的呢 用这个比例 乘以我那直接人工 我们看 91.8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们返回一下 是吧 是一样的 没变对吧 我们看数据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占比 我们刚才用的是呢 我们的比率 制造费用分配率 直接制造费用分配率 直接人工分配率 那么这两种方法呢都可以 那么看我们大家的习惯 那么我的习惯还是单位的概念 我们率呢是单位的概念 然后呢 好到这儿 那我们这儿就讲到这儿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 好了 我们三种的成本核算方法 都给大家讲完了 立体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成本方法的选择呢 必须根据我们企业的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 然后以成本计算的对象为出发点去选择 然后呢 不同的企业可能选择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成本 产品成本的计算 按照我们的成本对象 成本计算对象分配和规矩 那么 料工费成本 成本项目就三个料工费嘛 然后呢我们看连续的简单的生产 那用我们的品种法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我们的快销品 化工厂 面粉厂 发电厂 对吧 品种法 然后呢 连续的复杂式生产 我们可以用分布法 或者是 半成品和成品 最终完工产品 都是货算对象 那还有我们的订单 如果按订单来做的话 我们按订单法 按订单法 一个订单一个订单 我们通过生产接订单呢 然后这些我们可以用订单法 然后装配式生产 分批法 订单法 然后呢 总之我们在制造业的企业中 确定不同的成本计算对象 我们采用不同的成本核算方法 但是最终的最终的要求 品种 每种品种 每种产品的成本 然后我们看 其实好多都是根据我们企业的管理要求来做的 那么有这样 那这个企业对于我们的成本核算 有什么样的要求 那么我们去设计相应的成本核算的一个流程 一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不论采用什么方法 不论采用什么方法 归根结底品种 那我们的第五部分 跟大家讲到这儿 然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以往学员的一个案例 那么按这个案例呢 我们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我们看啊 这是一个企业 我就是在去年的时候 给一个企业做的一个案例 然后呢 就是会把我的一些观点 一些问题 那都写出来了 我们看啊 这是我们的目录 我主要是做了这些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 我这儿没有做超链接 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下超链接 超链接 比如说我链接 第一个完工产品计算表 那么我链接到这个文件 我们看一下 我链接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倒过来 对不对 那么我可以做好了 然后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儿 然后呢 我做了这么些张表 然后呢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企业 自己的实际情况 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去做我们的一些表格 那我们看 这是我是给大家列了五种表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是完工产品的成本计算表 那我们看 它分配的东西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 我们看 入户的数量 直接材料 辅助材料 然后直接人工的合计 造费用的合计 然后呢 这儿呢 我们看 这儿有一个 我们的可要可不要的一个 单位的一个售价情况 然后呢 毛利率的情况 然后这些 那可要可不要的 然后呢 我们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呢 我们看 那有一些问题 有一些问题 我给大家 我也写出来了 那这些是 我们看材料费用 没找着 会给出来我的一些观点 一些问题 那么大家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去做我们 根据我们企业的情况 做相应的表格 我们看 这些都是隐藏的 那么 合计数 它是包含什么 我们可以让 做这样的一个组合 做这样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 全列在这儿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成本地算表 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商品 收发存 那这样的一个表格 然后还有 准硬有成本 然后呢 按客户统计 这个我没给大家 没列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们家有什么客户 所以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 然后材料的收发存 然后这样一些表格 然后这儿 就没有了 然后它主要就是这些表 我们看 我们还可以在后边去加 那第五个 第六个 然后比如说 我们有半成品明细表啊 然后什么 什么这样的一个表格 可以根据 我们的实际情况 去添加 就是给大家一个发展 就是发散一下 我们的思维 然后呢 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 去做我们这样的一个表格 啊 我们的思维